带阻滤波器也称线波器 它可对某一频率的信号进行抑制 双T线波器是一种常见的带阻滤波器 它的名字由来是因为电路中有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 以及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都形成了字母T的形状 因此称为双T线波器 双T线波器的中心频率由电路中的电阻R和电容C两个参数来决定 计算是为Fm等于2πrc分之一 如果R等于13000欧 C等于240纳法 则双T线波器的中心频率为Fm等于2πrc分之一 等于2π乘以13000欧乘以240纳法分之一 A等于51赫兹 另外还能得到线波器当输入信号频率远离中心频率时的增益为 A等于1加上R1分之R2 双T线波器的品质因素可以在不改变中心频率Fm的情况下通过增益A来控制 计算是为Q等于2乘以2-A分之1 如果R1等于10千欧 R等于8.2千欧 则得到滤波器的增益和品质因素分别为 A等于1加R1分之R2 等于1加上10千欧分之8.2千欧 等于1.82 Q等于2乘以2-A分之1 等于2乘以2-1.82分之1 等于2.78 A等于1加上R1分之1 等于1加上R1分之1